大家好,我是Mr.Amanso 今天會跟大家說會考2006年數學科卷1的格一部分第八條的題目 同學,聽到第八條應該都會是粉絲吧 麻煩大家拿這個數學卷出來,也希望大家曾經做過 這條我們就可以正式進來 題目給了一堆數字牌 也知道數字牌的平均值是11 好死不死呢,就是有其中一個數字牌 它的數值是不清楚的,我們用了一個代數k 放進去 接著我們就要求回 八A就要求回k的數值 大家對平均數應該都不陌生 因為我們會在最低最低層次 就是小學應該都有曾經學過平均數的東西 有三個數據就是三個數據加上除以三 有n個數據就是n個數據加上除以n 可不可以 那現在呢,x bar是什麼呢?x bar就是平均數 很多地方都會用了x bar來做一個 簡寫就是代表了arithmetic mean 那叫做數學平均數 或者算數學平均數 左右手成10,一邊就加了 K最終是24 沒什麼難度的 好,接著呢,就玩概率了 B part那裡 B part那裡就說 喂,現在呢,10張卡 隨機 就抽一張 抽中是3倍數的概率是多少 那我們呢,就 逐隻逐隻看了 都不錯的,數字已經是排了大小 可以嗎? 那如果排在大小有什麼好處呢? 那我們就知道啦 不要說24以來 30以來的3個倍數 你都可以狼狼上口 那數一下吧 3,中了 接著下一個中呢,就是12 再中了15 再中就24 那就是4個中了 那10個機會裡面呢 我們可以有4個機會抽中了3的倍數 那怎樣表達出來呢? 那10個就是這個分母 4個所需的結果就是4 可以嗎? 那所以整個分數就是4 over 10 不過這個就一定是扣分的 因為它不是最簡單的答案 最簡單的答案就是2 over 5 可以嗎? 概率在甲1的認識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只有一個的解釋 就是所需結果 就是做分子 所有結果就是做分母 可以嗎? 所需結果就是4 因為有4個數目指是符合3的配數這個條件 所有結果就是10 因為我們是由10個結果 我們是由10張牌或者10個數字裡面抽的 OK 好,那第8條也比較淺易的 那這條也感覺上是送分的了 那希望同學仔 可以對於一些類型的題目就是一個字就是穩 穩 是靠什麼呢? 就是靠個字粗 你的粗練夠熟的這些完全不需要思考 概率其實就是很多同學的favorites來的 我教這麼久的書 通常都見到概率都是 就是一些錢的概率 同學仔是很容易答到很容易拿分的 OK,那不行的就找我 有高見的找我 吹水的可以找我 看看我豐富 各位同學仔,再見 拜拜